第二則要討論的國際新聞會是什麼新聞來 我們來談談一個蠻特別的 混合這個歷史、政治、宗教的三大議題 因為今年2015年是一件事情的百週年紀念日 就是亞美尼亞大屠殺 這個事情台灣的聽眾可能真的不是那麼的熟 算是一個相對冷門的一個歷史事件 但是這個冷門歷史事件最近又被挑起來 而且造成了外交爭議 對對對 那而且挑起來是誰呢 是全世界12億天主教徒的最高領導人 教宗方濟更 他是在什麼情境之下提到的這件事情 他在4月12日的時候 特別幫亞美尼亞人舉辦了一個 舉行了一個彌撒 因為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大家可能先看一下地球儀地圖在哪裡 他在那個外高枷鎖地區 黑海跟離海之間 高枷鎖地 那他這個國家雖然小小的 比台灣還小 不到三萬平常公里 可是他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基督教王國 哇哦 因為他 他奪古老 他西元30300年 301年的時候就宣布基督教為國教 那那個時候還沒有軍事坦丁堡 我以為是神經典法定國 跑過來 那個真的領先全世界 他全世界最古老的 最古老基督教王國 他有個特別的教會 對 跟全世界其他教會也都不一樣 也號稱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基督教會 哇 所以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小 國家雖然小 但是在整個基督教體系 歷史上很重要 很重要 好 那亞美尼亞呢 因為他跟土耳其還算接近 所以他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 是被鄂圖曼、土耳其給 他也給統治或者給殖民 也就是在回教信仰的國家 底下一個基督教、國教的一個領土 不管是你說分封的國度 或者是什麼屬地也好 聽起來就不太妙 對 因為第二 文化不同 語言不同 宗教信仰更不同 種族其實也不一樣 對對 所以 這個後來雙方 雙方基本上本來還算相安無事 可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問題就出來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後來土耳其也參戰 他跟俄羅斯敵對 那當時土耳其就很擔心 國內的這群亞美尼亞人 說你們到底心向哪一邊 你會不會在背後背叛我 就像二戰的時候 有很多日裔美國人 被關到集中營去一樣的 對 所以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 越看越不放心 越覺得他們集中在我們的東部 你到時候會不會開大門 開山海關來 那迎接你們 因為畢竟你們是同屬於基督教脾氣 所以呢 當時土耳其的那個內政部長 就是說一不做二不休 他就下令 當地的 東部的亞美尼亞人 全部給我遣送 下放到 中東地區 下放到敘利亞 兩個流域 就今天的伊拉克 伊拉克地區 那 等一下 你拒絕走的話 我就出動部隊 所以這就釀成了 100年前的 亞美尼亞大屠殺 哇 100年前也就是1915年 對 那 聚加美尼亞當地 他們自己歷史學家的統計 死了多少人 非常可觀 150萬人 幾乎滅 幾乎是滅族滅國 等於比跟那個南斯拉夫當年的內戰 對 傷亡人數 哇 恐怕還比他們多很多 對對對 那這歷史上非常嚴重的一個事件 當時為什麼沒有 譬如說其他國家站出來替他們說話 或者是做 國際間的抵制呢 我覺得畢竟當時是100年前 你媒體沒有那麼發達 那你留下來的那個證據 證據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收集 而且當時又是非常最亂的時刻 對 所以這整個事件就在那種大時代的那種動亂 嗯 大動亂之中 就被掩蓋過去了 好 但是後來大部分的歷史學家 除了你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是敵死不認 對 敵死不認 大部分歷史學家都認定說 這是20世紀人類的第一場大屠殺 genocide 尤其是種族屠殺 是一個滅族的行動 對 那亞美尼亞這個國家 他們後來就等於說 繼承了這種 那種先人的那種歷史悲劇 所以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後來政府 他們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嗯 就是希望世界各國的政府 你公開承認 好說這是一場大屠殺 對 比如說你認可認定 這是一場大屠殺 嗯 那現在全世界大 其實也大概也只有二十幾個國家 對 二十幾個國家已經認定 是 美國都還沒有 都沒有 因為美國沒有像猶太一樣 猶太人在美國的遊說lobby的能力多強 對啊 亞美尼亞 他本來就少數了 然後影響力又不大 亞美尼亞在 亞美尼亞在美國最有名的 然後是那些姐妹花 嗯 卡拉翔 他爸爸是看亞美尼亞的 這個從屁股真是 看不出來啊 卡拉翔 對 他們 這真是很令人很震撼 所以卡拉翔跟他老公最近都在亞美尼亞 他老公 Ken Evers去那邊開演唱會 因為今天我 昨天我剛翻另外一個演講 是John Legend John Legend說當初 唯一同意 然後願意接受他的經紀人 就是Kane West 沒想到這個新聞又結合在一起 對對對 所以好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真言正好是100年 是 而且他內政大毒殺是從4月開始 所以呢 亞美尼亞當然借這個機會 要大肆的要宣揚 要紀念 那土耳其那邊有嚴正以待 因為土耳其政府向來的立場 大家其實想想看 就日本人對南京大毒殺那種態度 你大家就可以想像 他們就說 當時的確有發生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不太好的事情 但主要原因 好 是飢荒 是戰爭 是內亂 絕對不是大屠殺 也就是他們 意思說他們有反抗 對對對 消滅反抗 而且150萬人太誇張了 絕對沒有那麼多 所以這土耳其政府的 政府的那個立場 我們來講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教宗 教宗出面了 教宗聊何 教宗跳出來 但是有一點為說 為自己的基督教 雖然不算 在教會體系上不算 同一個體系的教會 對 基本上是為自己的基督教 基督教徒等於說出一口氣 要下一個歷史定位 對 反迫害過必留下痕跡 那你下了一個歷史定位之後 後面才能 大家才有一個比較正確的道路可以走 對 所以教宗當天他就在彌撒中 他就公開宣布說 這是一場大屠殺 是20世紀第一場大屠殺 那尤其讓土耳其政府超不爽的是什麼呢 他教宗 就當天就呼籲世界各國領袖 世界各國政府 你們必須正視這段歷史 你必須Define 必須界定說 這是一場大屠殺 這是一個Holocaust 對 那你用哪一個字 Holocaust還是Genocide Holocaust是猶太大屠殺 專用詞 而且很多歷史學家 楊豪大其實就指出 1915年發生亞美尼亞大屠殺 當時無人聞問 是 也沒有追究 那土耳其政府的那些 二圖曼帝國那些 那些 那些內政部長在內 沒有任何人因此而受到法律 連追溯都沒有 沒有起訴 但是你再看看歷史 25年之後 25年之後 1940年 納粹德國開始 開始執行他的final solution 最後解決方案 那一場死了多少人 600萬猶太人 那所以這一次的話 我記得土耳其的外交體系 提出了非常嚴正的抗議 對外長跳出來 而且威脅要斷交 對對對 所以這個 土耳其向來對教廷非常重要 因為土耳其太大 六七千萬人口 而且他是一個溫和派穆斯林國家 對對對 而且他又相對穩定 所以對於在整個穆斯林世界 雖然他的種族語言比較特別 他不是阿拉伯人 但是他在穆斯林世界中 向來非常重要 所以教廷向來非常重視跟他們的關係 甚至去年教宗都還去過 對 那這次教宗 感覺讓人家也覺得佩服說 這個人是蠻有道德勇氣的 對 這個你在外交上是犯重大機會 是因為他土耳其是真的有可能因此斷交 甚至從此斷絕 跟梵蒂岡的任何往來 所以現在教大家就在看說 就雙方的關係會繼續惡化 還是說梵蒂岡會用一些其他方法 來稍微彌補一下 來稍微彌補一下裂痕 因為這個其實不只牽涉到 梵蒂岡跟安卡拉 跟土耳其 這也牽涉到基督教體系 跟密蘇利體系 跟伊斯蘭教體系 第一 那雙方的關係 所以其實是蠻重要的一個發展 我想這是一個一百年前的悲劇 那現代人要重新檢視他 是否能夠被歷史所記住 而不是那麼輕易被遺忘 那 但最後他會造成的漁波 會不會真的影響到土耳其 跟教廷之間的這個關係 我們可能也只能靜觀其變